Hello,大家好,我是老汤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两家零售巨头 它们分别是Home Depot和Walmart 出完财报后,双方都跌了差不多1%左右 而且比较有趣的是 它们俩的财报得出了一样的结论 等一下会讲到 所以到底怎么回事呢 它们基本面如何 现在是否是一个很好的买入机会 我自己的看法和我会不会买入 当然啦,这整个视频都是我的个人观点 不是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 但一定要独立思考 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 我们先从的Home Depot代号HD开始好了 毕竟我们家是做Flipping的 就是买旧房子然后翻新 所以经常光顾Home Depot 也是它们的Pro会员 我本身也是在佛州做房地产经济 所以我对房地产的趋势和Home Depot 有一定的了解 开始之前我们先看一下 Home Depot到底是干嘛的 和它的商业模式 Home Depot是一家卖装修材料 比如木头啊水泥等等 工具、厨具等其他电器或者家具的零售店 适合于DIY客户全称Do-It-Yourself 专业工人 也就是为什么Home Depot以前曾经在中国开过店 但是后来关店了 Home Depot当时明显没有做出功课的 这就是东方和西方的一个文化差别 在Home Depot如果你是专业的 或者消费额都达到了他们Pro的会员要求的话 那你在他们那买东西是有一定的折扣和优惠 所以不仅是普通DIY 很多专修工人或者承包商都会在Home Depot买工具 或者专修材料等等 而且他们比普通零售要强的一点 就是对专修行业来说实体店永远都是有意义的 而且Home Depot在美国就有接近2000家分店了 更何况加拿大和墨西哥 加起来基本上有2200家 基本上哪里都有Home Depot的店 专修本来就会有着看食物的习惯 所以Home Depot的实体店永远都是有价值的 当然了Home Depot也有网购和送货服务 比如你买了砖头水泥木头这些比较重的 他们会帮你送货到家 基本上线上和线下服务都是很齐全的 聊到Home Depot的基本面 我们先看一下他们周二的财报吧 他们的营收是380亿和4.02的EPS 也就是每股收益 都是大大的超过预期的 比一年前统一季度 营收是增长了23.4% 这是一个比预期的11.4%要高出一倍多的 真的很夸张 这一张是他们2013年以来的成长图 我们看到2020第二季度的成长 跟过去新年比是非常突出的 直接怼上去了 平时一般情况下都不会超过10%的成长 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疫情期间 大家都不去旅游 不去外面吃饭 而是把这些钱花在了维护 翻新和专修自己的房子 大家都没事干了嘛 所以更关心自己的房子 这些DIY的客户消费趋势 大大的超过了专业客户 割草机露台家具等其他大家具 和电器销量都大增了 这季度 木材价格也涨了 帮助公司提升了营收 高层猜测第二季度DIY客户的高速增长 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 政府4月份给大家的支票导致的 现在高层发现 DIY客户的消费可能以后会慢慢减少 但是专专专修工人和承包商的消费 开始慢慢的恢复了 因为时间久了 大家开始习惯了 慢慢的愿意让外人来专修自己的房子 所以8月前两个礼拜 暂时整体的趋势是延续着第二季度的 不过高层指出了 第二季度的趋势只是疫情带来的一次性效益 而不是会一直持续下去 他们基本上直接说了 现在这个季度不代表未来 这也是为什么哪怕这些财报非常好 也不足以惊动市场 反而股价还跌了1% 因为这次的成绩会随着时间慢慢的变回以前那样子 而第二季度的成长 在这之前的股价趋势已经反映出来了 其实上第二季度的营收高速成长 还有个原因就是因为最近利率很低 所以房地产最近其实是蛮火热的 因为现在买房贷款 因为利息低能省下不少钱 这也间接的提高了Home Depot的营收 虽然他们营收最近有在提升 但是他们的费用也比一年前同期增长了不少 他们的营销及行政开支增加了26%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Home Depot花了4.8亿去给员工这段时间 疫情加工资作为补偿 但比上一季度的6.4亿减少了1.6亿 还有Home Depot为员工额外花费了1.1亿 为员工购买安全措施 比如口罩等等 虽然费用增加了 但是主要财报美中不足的地方还是指引的问题 不但Home Depot无法给出2020的指引 而且在CC里也给市场打下了预防针 简单的理解就是他告诉大家 第二季度的成长只是偶然事件 未来不要有太高的期待 所以哪怕净利润是比一年前同期增长了24.5% 但当市场知道这段时间的营收成长可能只是一次性的时候 就很难找到理由继续把股价往上推了 所以股价出现了下跌 因为市场只在乎未来 从Groove Focus上图我们能看到 营收成长和利润成长都很平稳的在上升 所以Home Depot就一个字 文 也就是说HD也不是一只一年放一倍的股票 但是是一只不错稳定收益的股票 今年Home Depot的YTD也就是今年一月份到现在 也有28% 加上2.13的分红应该是营收里面比较强势的一只 Lowse Home Depot的竞争对手 YTD比Home Depot高一些 31% 但是分红少了接近1% Lowse这一次的财报成长是更厉害的 营收成长是30%的 利润增长了68.7% 网购营收增长了135% 真的厉害很多 所以很明显Lowse这一季度的成长是要比Home Depot强的 所以财报出来后股价没有跌反而涨了 不过我个人更喜欢Home Depot因为Home Depot的规模要比Lowse大 Lowse的优势在于股指更低成长高一些 所以股价上涨空间可能更大 但是对于一只稳定的长期投资股来说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看基本面 因为如果我只追求单方面的回报率 我压根据不会选零售 所以Lowse和Home Depot我更偏向于Home Depot 有朋友可能会问呢 如果有一天房地产崩盘了呢 那Home Depot的营收会受到影响吗 答案是肯定会的 这也包括了很多其他行业 这是一个系统化的风险 所以都会一锅手 但是中长期来看的话问题不大 因为如果房地产崩盘了 第一阶段低潮期肯定很难熬的 工作没了还不起贷款 房子也被没收了 那哪来的钱去装修呢对吧 不过到了第二阶段 开始有投资人想低价抄底foreclosure 也就是那些被银行没收的房子 而很多foreclosure都是破破烂烂的 哪怕不是很烂的房子 买入后还是要装修和放心的 所以一旦进入第二阶段的周期 Home Depot的生意就会开始慢慢的恢复 所以基本上整个经济周期 大部分时间都不会对Home Depot有太大的影响 除非Home Depot的内部财务出现问题了 这是为什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他们的资产负代表的原因 他们的现金是140亿 是刚好可以付掉短期内的应付账款 而且明显比一年前增加了120亿的现金 所以他们是有为这段特殊时期做准备的 313亿的流动资产除以242亿的流动负债是1.3 这个数字是超过1 所以是合格的 说明资金流还行 不过他们的长期债务是高过长期资产的 这也是很多零售的问题 等我讲到沃尔玛了 大家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但Home Depot的资金流一向都很稳定 所以长期负债目前来看过不成什么威胁 大家可能发现我最近分析股票很少讲到PE或者PS Ratio 这些什么吸引率这些东西 因为这些估值的Ratio用在任何好的股票上 现在都是很高的 市场已经把未来的预期提前反映在股价里了 所以现阶段用这些数字去估值好股票 我觉得意义不搭 总结一下 我喜欢Home Depot是最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一个行业的实体店的存活能力在未来 我觉得会比其他的零售 包括Best Buy这些还要更强 未来很多实体店会被淘汰 但专修行业的实体店 我觉得未来5年到10年很难被替代掉 至少我觉得会是美国最后一批倒下的实体店 所以我个人会买入Home Depot吗 答案是暂时不会啊 我的理由是因为Home Depot的估值 目前我觉得是有点偏高的 因为股价很大反映了第二季度的战绩 但这个战绩能维持多久 是一个问题 而且Home Depot不是科技股 不能靠信仰 零售的想象空间是有限的 所以固执方面肯定是要比科技股要苛刻很多 所以如果Home Depot能回到247块钱或者以下的话 那我觉得开个仓是挺不错的 不然我只会关注我的科技股 因为都在高位的话 我对科技股更感兴趣 第二个我们要讲到的就是Walmart 代号WMT 一家超市零售企业 从吃到用几乎什么都有 在美国Walmart是出了名的便宜啊 他们的成本控制方面也是有一套的 所以他们的商品价格才能比较低 不过Walmart一直收到很多反对的声音 他们的员工和工厂工人的工资待遇就是原因了 不过好的是Walmart让很多低收入的消费者能够节省开销 特别是在这么困难的时期 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么多零售里面 比如Kmart都倒闭的时候 Walmart还能够继续坚挺的站着 同时每一年创造更高更高的营收 Walmart之所以能够在这么多家零售里面脱颖而出 是因为它不单只有零售 他们还有Sams Club 也就是类似于Costco这种的零售批发卖场 同时Walmart也很好的与科技融合在一起 这是我喜欢Walmart的地方 因为我觉得现在一个好的企业 想做的长久就必须与科技混合 而Walmart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一个非常会与现代科技融合在一起的零售企业 他们之所以非常在意科技 是因为他们最大的其中一个对手 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亚马逊 Walmart店里的自动付款机 自动拖地机 货物管理机器等等这些我就先不说了 基本上很多大的零售超市都有了 我们说一些比较特别的吧 那就是Pick up Towers 就是以前你在网上订货的时候呢 一般都店里去对不对 然后一般会有人去接待你 但现在Walmart有自己的机器帮你取货 也就是说你到Walmart的时候呢 不需要和工作人员打交道 直接用他们的新机器就能取到你的商品了 这一个我本人也用过 体验还不错 类似于这些实体店的科技还有很多 我们就不一一讲解了 因为这不是我们要关注的重点 我们要关注的重点是Walmart的电商 没错 为了与亚马逊竞争 Walmart在电商上投入了不少 Walmart电商比亚马逊好的一个地方 就是在于Walmart的背后有实体店撑着 这给一些客户带来更多的购物安全感 毕竟如果商品有什么事 他们可以去现场与真人面对面的交谈 特别是对于那些年纪大一点的消费者来说 会比较看重这个 而亚马逊无法给这些客户提供这样的体验 当然了 我不是想拿亚马逊和Walmart去比 因为我觉得这样是很不公平的 他们两个的市场有一部分是没有冲突或者可比性的 比如亚马逊的whole foods卖的是有机健康食品 或者比较贵的一些食品 而Walmart的超市更多是经济实惠 但是唯一冲突的是 他们两个都想往对方的市场上送送度 稳固自己的地位 说到电商 Walmart打算即将退出一项服务 叫做Walmart Plus Walmart的会员 一年收费是98美元 比亚马逊prime的119块钱要低 Walmart Plus的服务就是可以让Walmart超市的食品和商品 当天送到客户手里 食品这个不是重点 毕竟很多商家都能做到了现在 真正的重点是商品 亚马逊prime虽然偶尔可以一天 但是一般都需要两天左右才能收到货 而Walmart的货就在店里面 所以他们可以做到当天送货当天到 但缺点也很明显 亚马逊prime除了送货服务 还可以看电影 听音乐 游戏直播等其他功能 所以亚马逊的会员贵一些是有道理的 不过Walmart说 他们也打算在未来给他们的会员添加影片服务 为了和亚马逊prime竞争 至于这个Walmart Plus能给Walmart的营收增加多少的成长 这得等到真的推出来后 我们才知道效果 如果效果好 那这将会是Walmart股价的一个垂化剂 但毋庸置疑的是 昨天的财报足以证实了Walmart电商的潜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财报吧 这季度Walmart电商的营收比一年前同期增长了97% 他们的Sams Club的营收也有着8.8的增长 Sams Club的网购增长也有39% 不仅如此 会员数量还增长了60% Walmart的总共营收增长是5.6% 也就是1377亿 是超过了1356亿的预期 EPS是1.56 是比预期的1.24多 出个25.8% 最后Walmart在美国实体店的营收增长了9.3% 这季度的数字这么好的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Walmart卖的很多都是日常用品和食物原材料 疫情期间大家钱包紧缩了为了节省平时呢都不去沃尔玛的客户呢都开始去沃尔玛了 因为疫情大家都在家做饭了 自然就会很多人去超市里面购买食物的原材料 然后自己做饭吃 而Walmart给3450家分店提供网上订食品然后店里取货 同时也提供了2730家分店的网购食品当天送到 而这线上和线下的完美配合 让Walmart能够在疫情期间的营收达到了巅峰 有趣的地方来了 Walmart和Home Depot一样觉得之前政府给市民的支票对第二季度的营收有着一定的推动力 而第二张支票暂时还没定下来 需要9月份的投票所以到手了最早可能也要9月底到10月份了 虽然我觉得有一定的通过概率 但是不管怎么说也算是个未知 所以如果真的通过了零售企业 比如Walmart和Home Depot的股价可能会有一波上涨 当然了这些都是猜测啊不一定真的会这样 不过我觉得可以考虑加入到零售策略里面 资产负代表上面Walmart和Home Depot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他们的现金比一年前同期增长了不少 他们都为了特殊时期做准备了 他们的流动比率只有0.79是低于1 现金负债率也就只有0.2 所以债务是有点多的 不过这在大难筹里面比较常见 因为借钱对他们来说很便宜 我们这时候要做的就是看他税和利息前的收入是否大于利息的三倍 如果是的话 那就说明他们能够生产足够的现金流去续命 而Walmart的情况是高出十多倍的 所以虽然没有Home Depot的好看 但整体财务实力呢还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只要他们能够保持每年生产足够的现金流 那公司基本上呢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有个地方我觉得大家要注意的 那就是他们第二季度是没有回购股票的 公司回购股票是股票上涨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不过毕竟疫情期间嘛大家都不容易 所以不回购股票我也能够理解 但是从投资的角度我们不能浪费掉几回成本 还有就是虽然Walmart很稳了 三月份的时候也没跌多少 但是Walmart一直以来都没有涨多少的 所以是很尴尬对我个人的风格来说 Walmart实在是太慢了 如果求稳我还不如去买Costco 所以我个人对Walmart的兴趣呢不是很大 而且啊论财务实力 科技巨头比如微软的财务实力 肯定是要比Walmart强很多的 那论回报率 微软肯定要比Walmart高 Walmart的优势就是它是另一个板块 可能可以避开掉一些科技股的风险 但也仅此而已 而且零售板块比Walmart强势的股票有很多 比如Home Depot和Costco 对我的个人组合来说 添加Walmart并不会降低多少风险 反而会影响到我的收益 所以并不是很划得来 但就像我上一个视频说的 每一支组合你的股票都是你队伍里面的队员 如果你觉得加它进来 能够让你整个队伍变得更好 那就加 如果不能那就不加 而不要单独的去审判一支股票的好坏 如果非要开仓的话 我觉得130块以下是个可以接受的开仓家 大家可能发现了 我对Walmart的开仓家的要求没有对Home Depot高 那是因为Walmart比较赶跌 所以什么时候开仓其实都差不多 反正它涨得也慢 1.63的分红也不是很多 当然了 我不是说Walmart不好 只是整体我觉得有很多比Walmart更像的股票 大家买股票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时间成本 好的视频就到这了 以上内容都是我的个人观点 不是投资建议 投资有风险 但大家要独立思考 如果喜欢这一期视频朋友 请订阅一下 点个赞和分享 所以你们买了Home Depot 或者沃尔玛吗 你们觉得他们俩怎么样 不要害羞 在评论区里和我说 如果想进去的朋友们 你就在描述那里面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